当民政党还没有加入的时候 国盟就被批评为说是 个大马来人的这个阵线 因为他两大的成员党 土团党 土团党就是 Malane Nationalist的这个政党 另外的呢就是伊党 PASS 他是一个伊斯兰或者是宗教的这个政党 那么当然Saba还有SAPP 还有杨德利 然后还有这个PBRS 就是Josser Guru的这个儿子 那么整个色彩呢都是很马来人的这一个色彩 那么民政进去之后 怎么样去neutralize 这个大马来人的这个色彩 或者是讲白一点呢 就是right wing的一个collation right wing的这个政党 right wing的这个联盟 民政党你们扮演的 可能是一个很吃重的这个角色 但是这个角色呢又不被看好说 你们能够carry到 所以我说国盟有眼光 选对了民政党 哈哈哈 来综合他们 哈哈哈 这个答案满意吧 哈哈哈 哈哈哈 那当然你看看你都讲 他们都是Malane Nationalist 都是以马来为主嘛 或者是以宗教马来人为主 所以有一个民政党 在他们都是在讲着 马来人的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以宗教为主的时候 我们民政党能站出来 老兄 我们这边是马来西亚人 哦 马来西亚有各族的东西 可能你不了解各族 或者在华裔 华裔这方面 或者英裔 同胞这方面 我们可以provide到 嗯 而我们民政党 接到这个国盟 我们可能对这个 巫裔或者是这个宗教 可能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所以彼此的接力 彼此的学习 我觉得国盟应该是走向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